这个是刚刚割回来的这个豆子 老豆 这个够老了 够老了再不老 再不老 够老了 豆卖不卖 肯定卖了 不卖你吃的完吗 这是这个豆人工 好费人工 就这样子 弄成这样子 发火估计 这是用水发呀 你拿个袋子装 还要拿个袋子 拿个袋子啊 肯定要拿个袋子 不拿个袋子 箱子烂的不掉完了 也是 但你用袋子装 闷在里面 闷坏是吧 那要不然就用泡沫箱装了 就放在里面一格了 泡沫箱不是闷了 不是泡沫箱是很温的 它是不会让外面的热的东西进去 里面是多少 就是多高的温度 就是多高的温度 它比纸箱 其实要比纸箱还好 干嘛 哎呦 只能这样子摘下来 但是这个人工有点大 他们在干嘛 去追那个人呢 追那个人呢 三松地全部放在里面 这个毛就可以卤着吃 炒着吃 炖汤都可以 今天 我跟我朋友说 叫他帮我们弄熟那个玉米 他也说可以 但是要拉过去 平南 那么远 那没办法 其实也不远 找个车的话 其实你就给他用费 不然就自己拉过去 自己拉过去的话 可能就有点 废 废 人了 自己拉过去了 不是有车吗 并拉过去 这个车安不安全 应该没问题吧 他给我一个建议 他说要么就捐给那些学校 还有什么孤儿院 那种 呃 养老院去 怎么捐 就是把那些玉米 我们卖不完嘛 到时候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几天卖不完 他快老了 老了 那我们要觉得可惜嘛 要么就捐给那些需要的人嘛 可以啊 那你觉得 我觉得要么就把好的我们挑出来 看有多少 拿去他那里叫他帮弄熟 然后不怎么好的 就我们卖也卖不得什么价钱 是不是 喂鸡又可惜了 那我们就捐给这些学校啊 呃 孤儿院啊 这些养老院这些可能也还行 就是打包啊 不用打包 就这样拉过去给他 但是这个就是 可惜了 我们劳动了一年 可能就 就是可惜了 我们种出来之后 就没挣到钱 就落了 就捐给他们了 你会不会不舍得 不会啊 我问一下大哥 他的老台 他的什么意见 我们两个说决定是吧 啊 毕竟他们也是有 有份的 等一下我们说捐 他觉得我去外面卖个2块钱一斤 3块钱一斤 4块钱一斤 也好过捐给别人 可能每个人采访不一样的 是吧 嗯 捐给别人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卖的话 可能还得回一点成本 就是拉到市场去 嗯 那里守着 嗯 卖鳞子 等他们回来先了 嗯 我把这个 戴开 好